老師好 很幸運的是 我們在這幾年看到來這裡的遊客 其實對鳳梨有一種說不出小而美的喜歡 在當時這整個書院裡面住了很多人 就是它這個學產地 二戰後高雄經濟起飛的時候 就很多外地人來到高雄 他們要找地方住 然後就住到了這裡面來 就高雄現在的時代 那時候當時楊秋心縣長就決定說 要整理這個書院 所以他當時也編了縣政府的預算 然後來我們就是跟這些住戶主義拜訪 原本想說這樣的空間 書院空間是很嚴肅的 想說應該不會有很多遊客 可是我們開館第一個月免費參觀 其實當時每天有將近四千人前來參觀 我們也很訝異 然後我們後來發現說 其實大家對於這些Q版的公仔很有興趣 我們能不能用比較俏皮 比較貼近民眾的方式 來做這個歷史的保留 然後也選定了主題 所以才會用Q版的公仔 來顯示當時的一個情境 這個鳳梨因為它比較特別 它早期它是屬於官民合辦的一個書院 當地的縣政府 它就是需要來這邊視察書院辦學的狀況 它這個縣探野呢 在我們這個鳳山當地是真有其人 我們就是以當時這個草井支線 它的模像來做一個設計 那現在大家進來的這個第二鏡子的空間呢 就是我們當時學生上課的地方 我們稱呼它為講堂 這個空間它比較特別的部分就是 它是屬於一個沒有牆的一個設計 那這個設計就是為了讓 當時在這邊上課的學生 第一個就是他的採光 可以靠自然採光不用一直點油燈 接下來呢 我們帶大家到我們最後一個書院的空間 那我們這個地方我們稱為學舍 以現在的說法來講就是宿舍 也就是說當時學生他們來到這邊念書之後 他們有些住在比較遠的地方的人 他們就不會再通勤再回家 他們就會在這個鳳梨書院裡面就是住宿 他們總共會有八間 整修之後我們把它設計成一個包廂 然後每一個包廂呢 它就依照我們鳳梨書院的歷史呢 做一個歷史的情境的設計 聽室呢 他們是早期老師在休息跟住宿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把它還原到當時祭祀的功能 然後我們就設立一個文昌池 特地從台南的孔廟 分鄉文昌帝君來這邊做一個供奉 現在真的有在做祭祀 文昌池上面的供奉的神像 特別請到陳正雄 以及葉金義 還有蘇義雄老師呢 分別為我們製作這些神像 那後面神翁上面的壁畫呢 特別邀請潘月雄老師來幫我們做彩繪 那我們做一個設計之後 可以讓遊客來這邊呢 穿我們官服 然後體驗一下 回到古時候去做那種現態也的感覺 展間進去呢 他就是有做一些當時候 科舉考試的一些相關的展覽跟介紹 現在這個空間呢 我們特地把它做成漢林茶院 當初台灣的這些書院 其實還是以科舉為導向 那考科舉的這些士人的話 他們最終的目的就是想要考上進士 那進士的前幾名的話 就可以進到漢林院去 所以是代表說 來鳳梨書院喝漢林的茶 這其實就有用 可以奮發向上 來得到前幾名那種感覺 鳳梨書院在修復的時候 其實建築師很用心 它可以在這些建材上面呈現出來 比較淺的部分 它是新的材料 那比較舊的黑黑的部分 它是屬於舊材料 甚至我們可以發現 甚至有的大木料上面 它會有新舊不同的木料補上去 這是當初是希望說 不要讓整隻舊木料 就從此廢棄 所以我們用新木料去補它 這其實是很費工的一件事情 我們有邀請知名的古籍學者 李前朗老師來幫我們做一個出版 因為當初在二十幾年前 他就是來這邊進行調查 是當初住了很多住戶 就很多部分就不是很清楚 那我們在修復之後 再請他回來再找 他當年沒有看到的那些部分 他就把它做的補充 也因為我們是有收費的園區 那我們希望說 我們收取門票的話 它可以讓這個書院可以永續經營 希望大家可以來支持書院的 可以自給自足 當然是我們為了服務一般民眾 是名大眾名 平時也是名 所以我們這邊在寒暑假的話 校外教學的本地的學生很多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文化局 有特別設計一些 跟鳳凰書院比較相關的文創商品 商品很多 但是這件商品我要特別介紹 就是升官圖 升官圖是古代的大富翁 我們發現說這個很受大家的歡迎 所以說我們就把它開發成 現在最流行的桌遊 它可以一方面寓教於了解古代的官製 在書院是可以讓大家遊玩 我們為了要符合現代化使用需求 可以看到我們有很漂亮的燈光 有一個夜間照明 那也有監視器 也有消防系統 這些東西其實在古籍上面 我們都做了保護措施 讓它不會傷到這些木料 而且我們又有那個無障礙波道 所以是任何的人 親自來什麼的來進來的話 都會得到一個很不錯的服務 高雄市政府也透過基金 成立一個基金的概念 讓這個場域的運作 能夠有一個往永續發展的可能性 那當然就為一個書院 它要被再利用 其實在目前其實大家會覺得 這個空間的原有的屬性跟未來的屬性之間 怎麼樣一個好的串綿 我想高雄市政府透過展覽 透過這個文昌池相關的這些活動之間 讓它跟鄰近的學校產生一個密切的聯繫 我覺得這是一個把過去我們認為 很難跟現在的生活場域結合的一種活用 其實找到一個好的模式 那也因為有這個好模式也吸引了鄰近 包括學校之間的參與 讓它在未來的經營活用上面 有更好的一些立足點 那所以其實幾年下來 這個整個營運也能夠 最起碼能夠達到這個所謂的盈虧的平衡 那這個盈虧的平衡 其實對我們來講 尤其對一個文化資產 未來的永續發展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其實就跟現在文化部一直積極在推動 比如說像透過文化體驗的這種活動 讓市民或者是讓居民對這些文化資產 有更深的了解跟認識 也對觀光客提出 提供一個非常好的一種服務 那所以這種觀光路線的結合 資源的重要 就跟我們現在在 包括說在造歷史現場 我們在談這個所謂的文化治理 這些概念其實我覺得它是環環相扣 尤其最近我們對文化資產保存的概念 希望透過文化資產保存 不是單純的保存 也能夠有軟體跟硬體的充溫結合 那也跟整個場域之間的文化治理能夠扣合 其實我覺得它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案例 也會再次想說 我是感覺 比較多的說法 我們要先下次見 чтобы它全部很多特色 要不要全部複製 或許多點 分別 不